我們先來看一下啊 這個國內一個知名網站做的一個 市場調查 這個市場調查有37%的消費者認為說 自己的這個車載系統呢 跟他自己手機所串聯之後 他所支援的這個APP使用上面 有非常高度的一個這個限制 而且最主要是 能夠用的APP實在是不多啦 那剛剛鄭傑有跟你講嘛 其實你如果在Volvo的車載系統 Google系統裡面 直接在Play商店可以下載 你想要用的這個APP 這一點就變成說會非常的方便 另外29%的這個消費者認為說 原廠導航不準確 說實在的我的車子都有配置原廠 但是我真的都沒有在用 因為Google map 基本上它是一個大數據的統計 目前可以說是 最成熟的導航系統了 對 所以很多消費者覺得說 那既然你 車子可以所謂的Apple CarPlay 然後連結就使用Google map 為什麼我還要在花錢 買一個所謂的原廠導航 因為原廠導航要能夠 裝在它的車機裡面 原廠也是要去獲得 各個導航系統的授權 甚至地圖的授權 這是一個其實增加消費者成本的一個 這個事情 所以在這個原廠導航系統裡面 其實並不是說不準確 因為它沒有辦法去計算 所謂現實的一個交通路況 行駛路況 另外25%的消費者認為什麼 語音助理的實用性不足 說實在我們是應該算是最有感的 不然我們試這麼多車 每一個車的品牌都有語音助理 沒錯 可是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你用A品牌的語音助理的邏輯 去跟B品牌講 他也不理你 是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 需要消費者去習慣 那而且我認為 人說話的一個習慣性 是譬如說因地制宜 所以Google的語音助理 是用最先進的AI語音的 智能的系統 所以他可以跟你對話的時候 是基本上 會比你可能任何 一個品牌的車載系統的語音助理 獨立去開發的語音助理來講 會要來的更加的實用以及便利 另外還有9%的消費者認為說 即使車輛系統支援什麼 個人化的設定 就是說我開這台車 我開這台車 我們上車的時候 要使用的是不同的介面 不同的聽不同的音樂 聽不同的環境 即便有這樣的功能 但是你要另外的去 設定什麼個人帳戶的資料 然後你要另外去建立帳戶 建立資料 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可是像以Volvo 這個Google的系統來說 他只要登入你自己原本的 Google帳號就可以了 對 你自己所有的喜好設定 會在這一台車上 他好像可以綁定6組 另外Volvo還有一點 就是我覺得是在地化 就是因為很多車都有 我們常試有沒有 SOS按一下 就跟有一個 oncode的專屬客服的人員 來去服務對不對 事實上蠻便利的 但是有的時候 我們真的聽不太懂他在講什麼 說他都講中文沒有問題 但是他可能他的 專屬客服的中心設置 在什麼上海 廣州 馬尼拉 新加坡 那那些地方所雇用的這些 客服人員 他講話的習慣性 跟我們一般在地台灣的消費者 所講的習慣的用詞 語氣 其實是不太一致性的 那你什麼時候用這個oncode服務 緊急的時候 緊急的時候 緊急的時候你可能按下去 我現在車壞掉了 我現在車壞掉了 可是那新加坡那一個人可能 先生麻煩您再說一次 您說中文方便嗎 您可以現在告訴我您的地點 您可以說中文嗎 我現在在那裡 牙齊兵啊 怎麼樣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這個oncode的call center 他是落在台灣的話呢 他服務台灣的消費者 當然就會比較能夠溝通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也是這個 BOBO比較貼心的地方 所以另外加上最後他的一個 所謂的手機遠端遙控應用程式 都有規劃非常多元化的一個服務 所以我認為 Google的車機系統 可能也會是未來車輛 其他品牌發展的一個趨勢 我們在買電動車的時候 也會看一下他的基本的數據嘛 譬如他的動力表現 那我們也幫大家好好比較 如果你要買大概是像 VOVO XC40 Recharge這個急劇的話 他有哪一些其他的競爭對手 以及動力表現怎麼樣呢 是 我們剛聊完VOVO一些比較貼心的地方 還是要跟大家交代一下硬件的部分 那其實以這個價格帶呢 XC40 Recharge 他面對的對手 比較不會是先前推出的豪華品牌 那種中大型的修鯉 像什麼EQC E-Tron這些車 反倒是剛有聊到前陣子蠻紅的 這個UX300E 或者是特斯拉的Model 3 Standard Range Plus 一個比較入門的車型 那其實在搭載的基礎規格上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 VOVO是雙馬達的 XC40 Recharge 他是前後馬達 建構成四驅的一個系統 那他的最大馬力剛剛聊了 前後加起來超過400匹 是一個很不錯的性能 而且加速0到100 4.9 其實也是非常的快 當然呢 我覺得跟其他的車型相比 例如像Model 3 他有超過300匹 那像UX300E 他大概是200匹的一個數字 當然有明顯的一個落差在 那行駛續航的里程呢 這個當然是大家現在最關注的點 以NEDC的規範 他有465公里 那當然如果轉換到WLTP的話 他也是突破400公里 跟特斯拉Model 3並沒有太大一個差異 那UX300E就稍微比較低一些些 我們現在大家都在看續航力對不對 如果你轉換到油車的思維 這個有一點像在比什麼 就你比一桶油誰可以開比較遠 但是你真的會很計較油箱容量嗎 有時候反倒是油耗 大家現在比較重視 對 那以XZ40來說 第一他是跟其他兩台車相比 他是一個比較正統的休旅車身分 那他的車重呢 其實也有2000公斤 所以本身稍微吃虧一點 但是你去看他 他每公里的每度電的消耗 事實上跟譬如說特斯拉Model 3來比 他的 呃只差大概10千瓦小時左右 一公里的表現 所以並沒有一個明顯的落差差異 接下來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 快充的規格 前陣子鬧很大嘛 特斯拉從他的專屬規格轉換成CCS2 那UX300E呢 因為Lexus是日系的品牌 所以就採用日規的Trademo的系統 那這兩者呢 都不是目前台灣主流的系統使用 也不是公共充電站的採用規格 那以歐系品牌來說 像什麼奧迪啦 保時計啊 甚至新加入的Volvo 通通都是CCS1 這個相對來說 在你可能家裡充電的時數不夠 或是臨時外出需要用電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是很大很大的價值啦 你找不到充電的地方規格不對 比什麼都還要更頭痛 吃不些東西 來頭套